其實還蠻多,我們來看一下全民音檢 這個範例是Listurview2,第二個範例 這個第二個範例就是 我們可以直接 把那個全民音檢,我是從全民音檢的那個網站上面去抓到這些資料 那這資料的話一樣全部可以把它放進來 那我當然可以做一些變化 什麼變化?就是 當我點擊的其中一個 自動把這個單字 叫什麼名稱 直接用一個AllenDialog 這前面有做過那個AllenDialog 幫我把它秀在這上面 把訊息秀在這裡 前面講過那個AllenDialog 應該還有印象 這邊的話是Title Message 一個Button 有沒有,所以 像 眼神裡面 充滿著 好像 OK 如果你忘了的話可以回頭看一下那個 就是那個AllenDialog 這個AllenDialog 就是在Toss 我們交兩個,一個Toss是小小的 在下方 我是把它放在AllenDialog裡面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效果就是說 當我點擊的時候 它的背 背後的顏色 本來 預設好像是橘子色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去變更 當你點選的時候的 背後這個顏色的話 你必須給它一個 有一個小背景圖 那個背景圖的話 就必須怎麼樣 就自己要加 要加上去 然後要設定它的高度跟它的寬度 它有點像一個那個網頁的背景 放上去它自動幫你鋪滿 把它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大概 第一個 做法跟那個 我們剛剛的部分 差異性不大 可能 會有幾個比較重要 我們現在從那個 介面上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那個 前面一樣是一個Test View 就是放標題 全民音檢 好 不過這個好像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如果你有鍵盤的話 比如說你打一個T 它會自動跳到T開頭 這邊有個篩選功能 直接 直接那個 好像鍵盤按下去 它也會跳 跳出 你可以打 不過這個好像 因為我可能用遠端遙控的方法 可能 沒辦法顯示出 還可以篩選 可以篩選 那另外 當然你可以講 這資料這麼多 如果說你一下子要希望放中間的話 當然也可以讓它移動到中間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一個Test View 一個List View 那List View的部分的話 我大概兩個都是Match Parents 它的寬跟它的高 都是跟那個Parent 就是Layout一樣寬 那可能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我在Stream裡面 加了一個什麼 加了一個Stream Array 這個Stream Array的話 裡面呢 我就把 英文名稱 跟中文名稱 把它放在一起 不過理論上各位可以 將來可以修改 修改什麼 你可以在 也許在List View裡面 放英文 有沒有 然後當點擊的時候 可以跳中文 或者英中文一起出來 有點像是 全民音檢的 學習 學習的App 也就是你可以 有幾種模式 閱讀模式 只有英文 一種模式是 英文中文都有 那一種是考試模式 考試的話 你全部看完了 再來就是做測驗 比如說跳出一個什麼 中文名稱 請你把英文打上去 對的話呢 那就幫你加一分 錯的話呢 那就扣分 諸如此類類似 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資料裡面的話 可以放 這個全民音檢的資料 這個資料 請各位在雲端上 都可以找得到 這個已經幫各位整理好了 我們有個Swing 裡面的 一個狀態一定是一個 Swing Array的一個 陣列 名稱的話 我叫eng eng OK 底下大概有這麼多資料 好像我沒有全放 全放好像 至少有1000多筆 非常的多 OK 再來的話 那要怎麼樣把它顯示出來 基本上呢 因為我裡面呢 有一個TestView 不過這TestView 好像這個不用 因為我這邊 那個TestView裡面沒有顯示東西 我是放在Arenda 所以 宣告的話 大概就宣告幾個 一個是ListView 一個 陣列 eng 那這個陣列做什麼用呢 這個陣列呢 用來去 接那個 我們的resource 裡面那個Swing Array 所以呢 我要怎麼連結 第二個就連結 那怎麼樣把資料 從我的那個Swing Swing Swing 正列裡面 讀進來呢 特別重要關鍵在這裡 這一行 所以以後 假如說 你有放了大量資料 放在你的Swing裡面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讀進來 讀到 這個 我們的那個程式裡面 把它放在一個陣列 其實這一招你可以學起來以後可以用 反正你就是 從網路上或者哪裡找到一個資料 然後可以 就是讀進來 那讀的話第一個宣告一個陣列 記得是Swing 這邊中瓜虎 表示它是一個陣列 可以放很多的字串 的 位置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用什麼 GetResource 點 GetStringArray R 特別重要 一定是R 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自動會跳出Array 你再去選那個 Swing裡面有一個eng 就可以把它讀進來 這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如果你有將來有大量的資料 它 可能是比較固定的 當然你非固定可能 還是非得要從那個遠端的資料庫讀過來 那就不是用這種方式 這個是比較固定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一樣 那我們也必須 有一個eng的 陣列之後 再來的話 一樣 建一個什麼 ArrayAdapter 然後後面的話 一樣是List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個那個 這個等一下再看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Spinner 就是我們要顯示出來 的一個 背景 特別注意為什麼要加這個 主要是 如果你用內建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變顏色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變顏色的話 你這個 V的部分 就是它的界面部分 必須可以 必須要更改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陣列丟給它 然後再把這個Adapter給它 就可以完成 其他的的話 大概 顯示出那個 Listener 部分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點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 Dialog 這個前面有講過 然後把Title放進去 把Message 放進去 這邊有個Set Message 把那個Post the button 就是只有一個按鈕 然後最後把它秀出來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有更改 ListView有幾個屬性 包括就是說呢 它有那個 Filter功能 Filter功能為True 那這個什麼 Filter功能 特別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的 ListView裡面的資料 非常多的時候 你可以輸入一個 英文字 它會自動幫你 跳到那個位置 因為我們 將來這個地方 你要讓它 往下 拉 假設要到 很後面的位置 如果說你 打一個T 它會幫你跳到T開頭 有點像是那個 Excel裡面類似的功能 這個就Filter 那其他的話背景 這邊可以加上一個綠色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那位置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Set Selection Selection 意思就是說 你 現在的比數 要跳到第幾比 我這邊是50的 比如說你希望顯示的時候 自動跳到第50比 而不是從第1比 因為你要往下看 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 OK那這裡的話請各位 先試一下那個 第二個範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ListView2 那裡面的話我們是把 剛剛ListView1的 這個範例 改寫成那個全民英檢 第一個 所以怎麼樣把全民英檢 裡面的資料呢 把它讀到那個 我們的 讀進來 那特別是在 全民英檢裡面 那個ListView2裡面會有個 全民英檢的那個 item 實際上呢你只要把這個item加進去就可以了 加到那個 Shring Shring array裡面 第二個是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的話就是我剛剛做的那些東西 給你試試看喔 我沒這幾句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就是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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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